美容姐妹平安 真的很开心 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台湾来祷告 从五月份开始的这个警戒 到现在我们也很感恩 在八月二十三号会有一个新的公布 应该疫情的整个的放松的程度 会又在放宽 那我们也很感恩在从五月六月七月 现在到八月 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 就是我们全部在台湾来讲 全部都是在线上的崇拜 所以呢我们很兴奋的也很开心 疫情越来越稳定 然后大部分的教会 我们应该可以在九月份 可以来恢复实体的崇拜 那恢复实体崇拜呢 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恩典 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为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甚至到下个月份 九月份开始的实体崇拜 我们来祷告 天父爸爸我来感谢赞美你 孩子真的是为着在过去这几个月 疫情的当中 你保守台湾的每一间的教会 我们即使不能够实体聚会 但是你让弟兄姐妹 透过网路 透过直播 每一个人都持守在崇拜的里面 每一个人都说 主啊我谢谢你保守我们 甚至我们听到整个的 在教会弟兄姐妹里头 神都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天父爸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爸爸我们也要向你来祷告 当接下来十月份 九月份我们开始要来 实体崇拜的时候 祝您就预备我们 预备各个教会 从疫情的当中我们回复 不论是在教会的聚会的安排 人数还有那种的防疫 戴口罩也好消毒也好 甚至开始回来实体聚会的时候 也是满有平安 神祢的恩典 保护平安就在教会的当中 我奉主的名要来宣告 当恢复实体崇拜的时候 神祢的恩手是保护着祢的子民的 在整个的教会的聚会的当中 敬多平安 我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 祝福教会恢复实体的时候 不仅是弟兄姐妹回来 甚至他们要比在疫情之前 他们更可慕爱主 他们更可慕我可以回来在神的殿中 实体的来敬拜 实体的来奉献 实体的来服侍神 实体的在这边领受神的祝福 还有话语 耶稣祢让我们整个教会在回复的当中 整个的教会的运作 是比以前越发的有祢的同在 比以前大家越发的爱主 比以前大家越发的看见 在末世的当中 在疫情的当中 主我们愿意更多的紧紧跟随祢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